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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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把这东西吃了 我就让他们平手 啊 臭小子 还手 走走 快吃啊 不然你弟弟可要被打死 赶紧给我吃 又娘没爹的野种 你们俩也就配合猪狗吃一样的东西 小吃有爹 小吃有爹爹的 小吃有爹爹的 小吃不是野种 哎呀 临嘴 小吃有爹爹的 小吃有爹爹的 这俩脱油瓶都解决了吧 王师兄 可按张少吩咐 还得用他俩来逼施燕寒就范啊 有没有这俩野种都不妨碍 赶紧处理了 好去张少那领赏 哎 哦 哦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哦 喂 哦 喂 喂 哎呀 喂 而万物几 一种此刻 依然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 冲天时知天命 只带破镜 一旦破镜成功 电阻就迈入了现任之力 不对劲 怎么了 有什么干扰的电阻 公子 电阻 电阻 破镜失败了 我有孩子 什么 我孩子在叫我 公子 您刚刚破镜失败 不可用一心换影啊 跟上电阻 现在的身体 经脉破镜会出事的 按张少的吩咐 你们处理干净 毕竟两个孩子 有点下不去手啊 扔下悬崖就行 是生是死 各安天命 眼不见心不凡 好主意 好主意 你们干什么 还不动手 不 谁 你是暗天吗 你是暗天吗 公子 他们难道就是 少小姐与少公子 殿主 少公子似乎有问题 李青 你来看看 听消息 殿主 少公子 他天资岂高 但筋骨不全 总被人 抽去了天脉魂骨 是把事情调查清楚 我要知道是谁 敢对我的子女出手 是 还是第一次 见到公子 如此生气的样子 公子 两个孩子 除了少公子 却是天脉魂骨外 身体倒是无大碍 静养即可 殿主 查清楚了 这两个孩子 名叫羽之 雪叶 对孩子图谋不轨的人 由青云山四少爷张瑞指示 意图用两个孩子 来胁迫他们的母亲 心目中原圣女 施燕海 做她的妾室 而且今天 就是张瑞扬言 要娶她之日 迎亲的队伍 也已经出发了 隋风 帮我照顾孩子 我出去一趟 殿主 这件事我自己去做 你们也准备一下 执行下一个 天天 一定要救救娘 娘根本不想 跟那个大坏蛋在一起 好好休息 等你醒来 我们一家就退去 这女人 本少爷都亲自来了 居然连个门都不愿开 张少 消消气 我再去劝劝 快去 师妹 王师兄 小植和小燕呢 师妹啊 青云山人行事很辣 如今西木宗 就全然不管你 你若是不答应 只怕 燕涵 放弃 放弃他们逃吧 我现在已经达到灵绝境界了 到时 我带你投靠别的宗门 和我重新开始生活 王师兄 请你自重 这俩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又七个月生的 他们是我的心头肉 安危高过一切 怀了四年多才出生 这哪是正常人 他们必定是妖孽啊 燕涵 你不要越陷越深 够了 帮我回复那张瑞吧 只要我孩儿无恙 我跟他走 看这机会 就挟持张瑞 逼他交出小植小燕 哪怕同归于尽 也一定要确保 小植和小燕的安全 臭姐人 废我这番功 要不是看他姿色过人 又曾当过心目中的圣女 我早就用墙了 还是少爷有手段 把这小娘们 去得服服帖帖 乖乖的就跟来了 不过少爷 这娘们有克系 以后怕是不服管教啊 他敢不服管教 咱们就用那两小鬼吊着他 他要是不从 就各切俩小鬼一根指头 他乖乖的 我或许会给他一个名分 不然再等个四五年 我完腻了 就把他献上去 再不及 就送到十万荒山未妖兽 不愧是少爷啊 安排得明明白白 什么人 给大爷我滚开 没看到 这是青云山四少爷的队伍吗 你不见是吗 哎我的手啊 找的就是你 天云 叶河 你回来干什么 别忘了 当年是我赶走的你 孩子们都没事 现在就在镇上的客栈 天字房中 你呢 我还要处理点事 你自己小心 我问你 丽雪叶的天外红骨 是谁抽头 你什么东西 敢袭击我青云山的车架 找死 我一定要你死 我一定 住手 我说 我说 天麦昏骨 你说的丽雪叶 是石叶寒的儿子吧 如果我没记错 他的天麦昏骨 可能是被我七弟张同所抽离 三年前 我七弟行为突然暴增 应该就是他了 我七弟 因为天赋出众 已经被九云上宗 受为入室弟子 你最好还是想清楚 我青云山本就是的 再加上和九云上宗的 这层关系 你若是现在 尼雪上有保命的可能 否则 你看看这是哪里 这里是 青云山 四少爷呢 我们手上这批 半妖奴的训练还没完成 三少爷 四少爷他 出去接亲了 你不正义 去找 三哥 老四 八郡何在 一 八郡缺其次 殿主与今 三门人定 一千五百七十九人 其余杂议三百二十三人 另外窑图三百七十二名 青云山上上下下 除了一些虎外 没一个好人 手上可都沾了不少血 哎 干净吧 好困了 三弟是你上的 不错 啊 二根大人来我 清云山做事 四个 清云山 快快快快快跑 要出来 与弟 何人 该跟我亲云山 二长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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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旋入体 异动之境 小小年纪 竟然已经达到君王纪 实在了不起 你们全部退下 对付他 得由老夫出手 全部退下 想不到能见到二长老出手 二长老到年间便也是君王纪 若非为处理山门是我的街 我怕你竟是圣皇境了 猫年郎 入我青云山 你刚入君王境 修行无义 若占 以我离圣皇境一线之隔的实力 你必定云命于此 错了 错了 大帝圈方定 学习的大帝 大帝 好 孔子老祖 启动古山神器 古山神器 不知道能不能挡住一击 竟然是大帝公山 怎么惹到的一尊大帝呀 联系上九云上宗了吗 老祖 启动青云神器吧 大帝之危 挡不住啊 神机牵扯我青云山命脉 怎可轻易动用 大帝公山 他们此刻还在缓缓推进 再等一刻 只怕我青云山不复存在 对呀 吵了 老祖 神器威力巨大 即便能击退敌人 我青云山也会元气大伤 但此刻也无怕 把所有半妖奴往前推出去 青云人统统后撤 不要被神器余波伤到 请神器 是 快点 别磨蹭 小哥 我 不是 是 是我 是我 我 你们后退 genre 不能往退 我剐了谁 小山去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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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退我管了谁 啊 啊 啊 小神去吧 谢谢 谢谢 快走快走 混蛋 你们这些没骨的砸嘴 你他妈的想干什么 打住 我要给我爹娘报仇 没必要让仇恨延续下去 小狗 啊 啊 娘 你们没事 太好了 你 你要 啊 所有的仇恨 破来杯就行 啊 啊 赶紧下山 晚了会死 谢谢 谢谢 啊 啊 山面临灭宗大难 毒上我青云山千年俱业 请神器显示 我青云神器在手 哪怕你是大帝又如何 啊 披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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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佬去 不想起雨 想去全部起雨 无敌 传身 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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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挡不住一击 方将军 不好了 青云山被人攻破 什么 谁敢在我东碎国内攻打青云山 快 为我准备一心幻影 是 好啊 好啊 正拿着青云山没办法呢 不过 这事是天离殿主干的嘛 但离计划的时间提早了不少啊 如果真是他 我得抓紧赶过去了 这尊大神做事做绝 我赶着点 可是这座山都会被推平了 真本以为平地了呀 终于来了 是 是谁 是谁毁了我青云山 童儿 稳定心神 我要忘了方寸 方将军 别来无恙 想不到你也在此 啊 于道友 我也刚大 你就是张头 干嘛 就是你毁了我青云山 大胆 将我徒儿放下 黑少女之事 皆无冲动啊 和平和气啊 先静观其变一阵 黄浅 你可知他是何人呢 滚开 天王老子 也不能当着我的面 掐着我的徒儿 他是天离殿主 滚血液的天脉魂骨 何时被你夺走 黎雪液 哦 那个小鬼啊 那种狭奸货色 凭什么拥有如此顶尖天脉魂骨 凭什么天赋比我好 好在心目中的那帮废物不失货 我把他挖过来 至少不会让那天赋 白白埋墨子山间破屋 现在换我问你 我青云山可是你灭的 我大哥他们 是吗 竟然当着师父的面 把徒弟的天脉魂骨给挖了出来 这不是我儿的天脉魂骨 你说什么 不可能 挖去小鬼填满魂骨的心斗 是我一手策划的 你也不过是被耍的一人吧 我管你什么天离殿主 今天便叫你埋于此地 九云仙法 万天诛天 这一剑 只怕已经超越君王境的实力了吧 师兄 天离殿主 是老朽学艺不精 但今日害我弟子之仇 我记下了 我整个九云上宗记下了 你们天离殿 就等着承受我九云上宗的怒火吧 且慢 你们天离殿就等着承受我九云上宗的怒火吧 且慢 冤家一解不一解 大家都是神州子民 如今我东罪内忧外患 我们更应该尽快解除误会啊 有什么误会 真到我九云上宗会怕的天离殿吗 那自然是不怕 秦老 黄州立 你做什么 我预定弓 要不是我下手快 他们可就把九云上宗大队人马叫来了 这两人的命要算在你头上啊 跟我东罪国没有任何关系 你个老灯 没看到我们是故意放他走的吗 你现在气息不如当初一半 而且还不是仙人之态 他样子破镜失败了 这个消息一旦外传 石殿妖图 挨重 天池圣地 与灵神潮 你们得罪的势力 都会来针对天离殿 针对你 你现在 还有实力对付他们吗 做好准备吧 这次我帮你一把 尽量拖延消息外传的速度 记住 你可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哦 压得 我看你不说已经很久了 还敢威胁殿主 我天离殿不惧任何事 他们来与不来 能否存在小区 不过是时间问题 哟 真狂啊 不愧是你 小伙子 对我说谎 注意点 这老小子 当心生儿子没屁 不要这么粗糊 不要这么粗糊 店主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娘 我好像见到爹爹了 你们弄错了 并没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娘 爹爹就在前面呀 他不睡 何事 娘 回家 回家 小枝和小叶 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才五岁 而你我分别十年 不可能是你的孩子 谢谢你救了他们 但还是不要把时间 用在我们身上 你时间有限 该去做更重要的事 还是那句话 你从不亏欠我什么 很重要 娘 对不起 因为娘亲 你们从小到大 就一直吃苦 这次还让你们遇到这样的危险 娘 他真的不是爹爹吗 娘 我会努力变强 我会保护你和姐姐 不论是哪个坏人 都不能欺负我们 娘 我要参加今年的 新木宗弟子选拔 哪怕再困难 我都要进入新木宗 我要变强 店主 372名半妖奴 大部分都愿加入我天梨店 也都搜魂完毕 没有问题 好 店主 就如施小姐所说 两个孩子只有五岁 他们真的是你的 我虽破镜失败 但我在破镜之时 天人和你 我能感应到 他们确确实实 是我的血脉 店主 收到消息 白鬼众派出两人 已前往此地 其余各个势力 暂时未有动向 还有 就是苍庸城戒胜那边 苍庸城之事 交给乌层殿客 明白 那我走了 吴层这家伙 自从炼成店主的八苦神功后 整个人都变了 谁都不放在眼里 人和店主说话都这个德行 人生八苦 其中酸楚 又岂是旁人可道 店主也从不会在意这些 李青 血液的天外魂魂 目前仍未有效 你顺着九云上宗这条线 继续吵下去 恐怕之后会牵扯出更多的势力 甚至那些藏了许久的老家伙 切记 小心应付 是 店主 今后 人前只叫我公子 我要在仙木宗待一段时间 此地也正好 有能帮助我尽快恢复受损经脉的物品 用不了多久 我便要重新突破仙人之境 你们先去蒙吧 是 还有时间 是他 小爷 快看 是爹爹 娘说 他不是 速静 我新木宗 飞行至坚定者 不可入 飞行程实意者 不可入 飞行怀志向者 不可入 而等着要入我新木宗 必须通过所有考验 背着这筐石头 五十三刻前 到达山妖岩舞场 未到者视为淘汰 开始 考验 这也太重了 看来我没法陪你参加失恋了 姐姐 你回去吧 等我进入西木宗后 我会来找你和娘的 小爷 姐姐 你回去吧 等我进入西木宗后 我会来找你和娘的 小爷 一眼望去 都是些凡夫俗子 这次来失恋的 甚至还有小孩子 马云师兄 你觉不觉得 那人十分眼熟啊 这人不就是十年前那个马龙 立天元吗 想不到他居然会来参加失恋 你向上禀报一声吧 他当年离开我宗时 似乎还惹了一些事 明白 小芝 你是和爹爹一起的叔叔 我带你上去 看看公子与小爷他们的失恋吧 好啊 背着这么一大筐石头上山 到了地方人也就废了 何况后面还有其他失恋 老太 别别别 我不偷见耍华了 我老老实实进行失恋 新木宗失恋 不得投机取巧 一切重新 违规者 直接滚下山去吧 还是不行吗 要放弃 小爷 公子干嘛不帮帮他 还是个这么小的孩子 甚至筋骨都还是缺失的孩子 此时不帮 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要放弃吗 又不放弃 哪怕爬 哪怕被这块石头压死 我也要爬到丢 合格 怎么是个小孩子 看他失败吧 他这个样子 不可能继续下一关的 他能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个 这人怎么回事 他只是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口 就好像要炸开了 我没事 我可以继续下一关的 赶紧去那边吧 恭喜通过入宗测试第一关 第一关考验了你们的体魄 而这第二关将考验你们的心智 如此乱心动 两日内能走出者 进入最后一关 开始 他们和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信 想不到还真是你这个马童啊 王师兄 你这小畜生 怎么还活着 你们两个 难道是你 难怪你走后 石炎寒就有孕了 你就是那个不知廉耻 勾引瘦女的野男人 随风叔叔 就是那个人把我和小叶 关在朱眷 还逼迫娘亲 小叶和爹爹会不会有危险 得救救他们 你先去射 这里我来处理 小只 你看那边 有飞机 小只 叶将 怎么人都不见了 先抓紧过试炼 好啊 就让那小畜生参加试炼 就算他进了西木宗 也会和你当年一样 永远只会是个 低三下四的杂役 我到时 一定会好好关照他的 确保他一定能 自成副业 继续解码粪 确认一下 我女儿子 是不是你抓的 当然是我啦 那两个小畜生 看着就暗眼 我不仅抓你 我还彻底安排 他们到了猪圈 为他们吃了猪食 提过了一把 真正畜生的感觉 就暗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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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师兄 我 我 死 玄音宗与我新牧宗约定的大笔之期将近 若输了 今年还要交出将近一半的宗门资源 偏偏这个时候 境内又突然有魔物横行 我新牧宗积若已久 此刻内忧外患 若如十年前 镇宗之宝太野焚心术失踪 我能习得完整 也不至于 这场比试 本就是强买强卖 好在此战明面上 还是只允许年轻一辈比斗 至少能避免玄音宗那几个老家伙出手 不如我们去请青云山 请求他们的帮助 获合镇住玄音宗 玄音宗是虎 青云山又何尝不是狼呢 但我年轻一辈 又有谁能出战呢 新任圣女 洗礼并未完成 哪怕强行出关 实力也就灵绝境 恐怕 哼 要不是你女儿施焰寒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 被剥夺了圣女之位 我们又何必再重新培养一位圣女 导致如今的局面 她就是罪她的罪人 导致如今的局面 她就是罪她的罪人 她已被剥夺修为 孤老于云起风 你还谈她做事 当务之急 还是想想如何应对玄音宗 宗主 首席弟子王衡 即将突破临绝境 我们可将修炼资源全部投入给她 未必不能为我新木宗胜过玄音宗 加大圣女与王衡的修炼资源投入 同时联系下青云山吧 是 宗主 狮炼场出乱子了 王衡被杀了 何人如此大胆 竟敢在我心目中行凶 王衡我记得是王衡的弟弟 他似乎已经是邻绝境的行为 敢在宗门内动手 动手之人修为只怕不低 听王衡师兄遇害前讲 那人好像是十年前 从我宗出走的一个码头 王 管他是谁 敢在我宗行凶 等等 我们一起过去一趟 带路 是 你 你可知道王师兄是首席弟子 王衡的弟弟 你 你居然杀了他 是谁 竟敢害我弟弟 就是你吗 回起来 成语 住手 参见公主 果然是他 当年和太上长老坐而论道的那个年轻人 祖主 就是这人杀害我弟弟 王潘修为我记得不低 他却能一起将其粉碎 实力至少在灵绝境 或许已经达到定侯界 他当初一个没有修为的马童 短短十年内修为能大胜至此 太野坟心术大概率就是被他带走的 但他如今回来又是干什么 难不成是主动把太野坟心术送回来 宗主 就是他杀了王师兄 而且 王师兄生前有说 上任圣女就是 就是和他 是你 就是你害的燕寒 前途竟毁 是 要死 师妹住手 冲着您对燕寒还有一丝关心 尊得起一声 悦 小友多年不见 修为静意达如此地步 可喜可贺 只是不知 为何来我新牧宗 并杀害我新牧宗弟子 逼过我妻子去做庆云山张瑞的妾室 更想借此杀害我两个孩子 不杀他 留着过您吗 我来这 只办两件事 杀该杀的人 帮该帮的人 不用和我都圈子 你有什么想问的 直接问 小友 有关王潘一事 我自会查明 而你 本就算是我新牧宗门人 我以宗主令特许 准你入我新牧宗 什么 马云 带新弟子去休息 是 请吧 你堂堂新牧宗宗主 居然还学了别人的功法 真是奇怪 宗主 那家伙可是伤害了我弟弟 你怎么能这么放过他 还让他加入了新牧宗 是啊 宗主 我 果断点 我宗遗失的太野焚心术 就在他身上 但此次性子刚毅 墙壁只会适得侵犯 所以 我们要攻其软肋 到谁言寒来大唐一事 叔父 想办法在宗主之前 拿到太野焚心术 你就是新牧宗最大的功臣 轻的为拘禁丸 掏出画器 可将人修为封主 红的力宝丸 不用能暴掌两倍修为 以备不时之需 同时 你弟弟做过的事 你并不能再做一遍 明白 你就住在这里吧 之后就看宗主怎么安排你 换一间吧 为什么 这里已经是高级弟子 才有资格住的单间了 我不想修门 神医 王衡师兄 列天元 本来你杀害我弟弟 我必叫你碎尸万段 但看在宗主的面子上 你若肯交出太野焚心术 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你弟弟的命 算你这也不过如此 你现在交出来 我顶多费你修为 别不知好歹 你要知道 你那聘头诗言寒案 现在已经被宗主叫过去了 他以前毕竟是圣女 老子是师不凡 还有个做长老的娘 宗门仅仅是封了他的修为 把他关在云起风上 但现在他牵扯到了本宗秘书 有些折磨人的手段当初不用 不代表如今依旧不用 你现在老实交出来 我可以替你向宗门游说 他不用受什么苦 不然万见穿心之苦 他可有得受 我记得你们还有孩子吧 小东西恐怕也会 别踪 替我来硬他 什么 去今晚宫是至处 并可封印修为 你此刻吞下 正向修为被封死了 那我就看看 他们会如何做 做不了 来不及吃力报完 本来还想等他出关再说的 想不到他悟性这么长 这么久的还没出关 算了 不等了 看来在新牧座 保不起得继续动用我力来 哈 小蛤 死叶寒 拜见宗主 拜见各位长廊 施燕寒 你当年偷盗宗门顶级丹药 其后又朱胎暗结 有损圣女威严 更是损了我新牧宗的颜面 此等种种 你可知罪 知 燕寒啊 这十年来你生活在云启风 还要独自照顾孩子 我知道你吃了不少的苦 燕寒自知有罪 此惩罚本就该受 这几年间望云国前元宗少宗主 以及苍庸城剑圣之子 均有书信送来 都是为你求情的 如今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李天元回来之时我想你已经知道 你只需要劝动他 新牧宗拿走的东西交出来 我便能准许你回宗 甚至还能想办法恢复你的修为 许晗 你也看到了 现在还是有不少青年才俊 清新于你 不如抓紧把太野焚星术 从李天元身上套出来 我们重新给你安排婚事 之后也能过得舒坦一些 还能为我宗换取一些资源来 将功补过 你现在也就这点价值了 叶长老 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莫要将我心目宗置于消小之流 装什么装 一听对方叫自己岳母 下手立马就清了 你 别吵了 严寒啊 只要能将太野焚星术取回 李天元未必不能继续留在心目宗 否则我们就会采取雷霆手段 光是玷污圣女的这一罪状 就够他抽筋扒皮十回 而你也会受到万箭穿心之行 宗主 我与李天元已无任何关系 我当年所犯之事也皆心甘情愿 与她无关 我自知不配成为圣女 得宗主恩赐 今生便终老于云启风 万箭穿心之行 我在云启风领寿 徐燕寒 你真要为了一个马童 放弃你的一切吗 燕寒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母亲 请示你而不笑 随风叔叔 她们为什么都要针对娘亲 随风叔叔 我想陪在娘身边 好 我送你下去 云吻不灵 拿下 怎么是你 叔父 我被李天元偷袭 吞下了狙净丸 现在秀薇被封了 挺热闹 你怎么在这 我和孩子与你没有关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心而来 并没有被任何事物过陷 够了 这里不是你们打情骂敲的地方 有你说话的愤怒 只有我知道为防止内斗 仙木宗大天是设有隐形静置的 而他仍能一挥手 就将首席弟子击飞 而且看他样子还没出群力 只用了三场 不 只用了二场 这家伙已经突破定号架 到了军王进步场 李天元 你既已是我新牧宗弟子 怎可擅闯一事大厅 我们对施燕寒 不过是走正常的审讯过程而已 而且我们也给了他将功补过的法子 逼迫也是正常吗 莫名王子刚才就一直在偷听 不可能有人偷听我发觉不了啊 宗主 对这小子这么客气干什么 直接都绑了 我就不信他骨头硬 能硬过万箭穿心之苦 闭嘴 不要给我添乱 不过 当年燕寒拿走的那枚丹药 确实是我吃的 如今我便还你们一颗 还 真是好大的口气 那丹药是我们新牧宗最顶级的白链丹 赏千种灵药白链而成 数十年未必能出一枚 你还得起吗 实在忍不住了 现在就为新牧宗拿下此子 这橙色 掀起浓度 这莫非是没二转仙丹 不错 小神 你怎么在这儿 随风叔叔送我过来的 丹药白链提纯已是前难万难 想要丹药更强 还得不断搭配天家灵药 一旦出错前功尽弃 以此往复千练一伤 方位一转仙丹 修炼者服用可以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 这竟然是没二转仙丹 比一转仙丹更贵珍贵百倍 我练的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千年你怎么来的 我自己练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才多大 哪怕被誉为绝世天才的丹佬 也是在七十岁时 才成功练出了第一枚二转仙丹 无所谓 这神域 这散发的仙气 绝对不会错 这就是二转仙丹 这丹药就当还你 然后 我以此为聘 我要明媒正确 食烟寒 这这这 这是五转仙丹啊 如此浓郁的丹香 温锁未闻 还有这紫气萦绕的奇怪异情 尤其是五五道丹文 不会错的 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五转仙丹 当这干嘛 同意啊 用了这五转仙丹 没转还能治好师不凡 治好不凡 你 什么五转仙丹 马成岩 你怕不是练丹练傻了吧 竟说些胡言乱语的鬼话 你见过真的五转仙丹 我也只是从书上看的 真的五转丹 怎么可能见过 哼 一定是他用了什么幻术 他一个当初的小小马童 会拥有如此稀释的仙丹 一定是假的 至于那枚二转仙丹 绝对是他利用不正当手段 坑蒙拐骗 偷来 或者抢来的 宗主 你为何要对这家伙处处相让 不怕失了宗主风度吗 叶正老 你们叽叽歪歪个手劲 我这枚五转丹 又不是给你们的 我从不见新木宗神 反而新木宗 还欠我一个大人钱 欠你人钱啊 狂妄至极 真是狂妄至极 每个马童出身 怕你念出几转仙丹 新木宗轮到千里这种货色的人气 现在就轻下你 新木宗门人 全部出来 铁架 谁 什么情况 我就看到这把铁剑 突然从天上扔了下来 你是何人 给我下来 新木宗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放肆 长嘴 摸过来 住手 你们是玄音宗的 正是 你如此年轻 身边还有两位同锤侍族 不知是天河阴沙中的哪一位 到底还是新木宗宗主 有点眼离惊 我正是阴沙公子 天河阴沙 玄音宗百年难遇的两位天才 我已经是定侯境 且两人皆有大地之子 如今这其中之一的阴沙公子 来我新木宗做什么 比试的时间不是还没到吗 比试时间确实未到 至于本公子今日前来 便是奉命 复此阵 让我 所不见阵 你们玄音宗想做什么 这不比试临近 我家师长怕你们新木宗 拿不出什么有水瓶的定子 举足无措间 举足逃跑 所以贴心的让我来布下此阵 无非就是对你们的勉励 殊不可怕 怂 那就有点丢脸了 新木宗 不可辱 哦 那我就辱给你看了 放肆 我从没见过如此嚣张之人 放开我宗弟子 否则 今天你就见到了 我为什么能嚣张 这么长时间也不见你们对我动手 还不是顾忌我玄音宗的实力 这是的 强者为尊 你们可曾敢正式面对我玄音宗 感动我 这样我给你们一个操练的机会吧 你们随便派弟子出来 只要能打败我这两势头 我就做主 把这锁魔剑阵给撤了 我来 下令 再斩他们 是可杀不可辱 干头 舍物 要不是被立体人经过了不肥修为 你一定胜去殷杀公子震胜一场 对 马赵 把那边二准仙单给我吧 给你 这可是我们质保啊 面对殷杀公子如此羞辱 不能袖手旁观 现在只有我最适合出手 将殷杀公子打败 替我星目宗挽回颜面 而且不是还有一枚五转仙单在吗 宗门依旧有质保在 能否为我们星目宗挽回颜面 好 这 那已经动容了 现在极大的可能 能从他手中拿到二转仙单 以后有机会再试试那枚五转仙单 只要顺利到手 我在星目宗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 甚至傲视整个神州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将你们培养的那个什么圣女出来呗 或许还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还善 我来会会你们 不用 下长老准备上场 那我师尊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参加之后的比试呢 他说的没错 这是弟子间的比试 我们和玄音宗的这些长老都不能参与 一群强盗 一群披着粉饰外衣的强盗 若是当初有不凡带领星目宗 会是如今的局面吗 堪秀 怎么一个个的档子都这么低啊 我倒要看看你们西目宗的这些货色是何根骨 神通之眼 神通之眼 这阴沙公子竟然如此天赋 连这种看破人根骨神通的顶级铜术都成功修炼 难怪被尘拥有大地之辞者 我们西目宗真的远远不如啊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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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什么都没有 连最基本的根骨都无法现实 废物中的废物 也叫西目宗会留这种东西 这 我们是传说中的先灵之体 先灵之体 这 这是传说中的先灵之体 先灵之体 好啊 由此小娃娃做顶路 我选阴宗必定能出一位大地 娘 修为被封 你莫非就是西目宗上代圣女 诗烟寒 果然姿色不凡 那就把你们一同带回去 以后就在我玄音宗好好生活 满足我那些师兄弟的虚 杀戒 是不是强烈的气息 我可能是西目宗这帮废物能发出来的 是谁 那被丹又是 玄音宗的家伙 等我服下这枚二转仙丹 定要你见识见识首席弟子王恒的厉害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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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才 既然要吃二转仙丹 那就别废话赶紧服用 这下好了飞抢了 啊 我的质宝啊 可 那是那个马通的错 除非我修为被封 小脚慢了 我根本不会败 不会被鹰沙公子抢走二转仙丹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真不错 以为二转仙丹 一个仙灵之体 周宗主 这两件东西 被我玄音宗 替贵宗保存 待大笔结束后 才定去向 你没意见吧 那股杀气来源也不是这个王恒 难道是我感应出 算了 这仙目宗哪会有什么高手 把仙灵之体 跟圣女一起带走 你敢 又是那股杀气 杀气的来源 才是严寒暴力 你也杀 严寒小心 快住手 那股杀气 那股杀心腹的煞印 难道是这一个毫无根故的人发出的 跳梁小丑 看来还是高估你了 可知我这两铜锤侍从 手中铜锤精特殊炼制 专刻炼体功法 不躲不闪应急 炒死我 哦 是吗 这材料倒是不错 我收下 这材料 这材料倒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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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石会慢慢剥离 最后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 两人根本无法发动此兆 只有玄印宗用特殊秘法炼制出的 十二位没有无感的铜锤士族 才能使用 换作其他人 光是念此兆便会丧失心智 啊 今天不会有事吧 我没事 不可能 继续实施中了同心症 这则是大帝 也不可能一点影响都不受 就这种程度 远不及我所受的万同痴影 难道 你身上还有更强的诅咒在身吗 才智不错 可惜质地过于松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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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人铜锤士从啊 这可是师尊送我的 代表了我的身份和地位啊 我们的命法器造成的诏与反噬 竟然能无视铜心照 并徒手捏遍玄印宗特殊炼制的铜锤 这历天云若非是达到了君王界 就是修炼了特殊的炼体功法 我居然一罪低估它了 十年时间修为能到此地步 天才 绝对的天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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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死 我要你死过葬身之地 这样差不多了 哎 哎 哎 你真的祈祷我了 我见证 才可以杀鸡 不好 你杀公子的锁魔剑针锁定了李天远 嘿嘿嘿 这被锁魔剑针认定为敌人 除非震毁 他就会一刻不停地攻击 直到你身死到消 你不是很行吗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受得住接下来的攻击 用这段兵器 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经过 陆军队还有高手 不可能吧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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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个阵法 想要破除 是根据的 没了这笔阵中剑 阵法 就破了 你回去想破坏这阵中剑吧 我承认你有实力 那此剑蕴凡阵法核心 你搞笑你要讲基本 是什么 真的假的 爹爹好厉害 想不到 你们这么着急死 这是你逼我使用我真正的底牌皮罗兽的 这只魔兽 连我都不能完全控制 他发起风来 必定打开杀戒 今天 我承认一人灭一宗 这是你逼我使用我真正的底牌皮罗兽的 这只魔兽 连我都不能完全控制 他发起风来 必定打开杀戒 今天 我承认一人灭一宗 皮罗兽 皮罗兽可见面天地万物 他凶悍异常 拥有身皇境的实力 甚至堪毙大帝 完了完了 想不到宣殷宗 还能掌控如此凶兽 绝对不能让他换来皮罗兽啊 殷杀公子还请手下留情 我愿现在就献出宗门一半资源 还请息怒 现在求饶 来不及了 姓母宗男为奴 女为昌 没有资格向我求饶 统统下地狱去吧 瘋子 快 趁着锁魔精神一破 你抬着门内一直跑 哈哈哈 看上痛苦 坏恨吧 这回谁都保不住你们 姓母宗 随你陪葬 秘秘 一 五 五 完了 我姓母宗完了 要不是这个立天元 姓母宗 怎会遭此难了 别抱怨了 赶紧待弟子们撤离 能走多少是多少 哈哈哈哈 咪咪 给我打开杀戒吧 咪咪咪 你在干什么 沙呀 哈哈哈哈 我不打扰 我走了 丢了丢了 哈哈哈哈 这难道不是匹罗兽 只是一只普通的猫兽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什么秘密会 你想做什么 我可是小姻宗的弟子 有谁敢杀我 玄姻宗不会放过你 不会放过姓母宗的 放心 我暂时 不会杀你 杀你 记得把你们玄姻宗 所有人都带过 最好是权宗突动 好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以为要姓母宗 全体给你飞葬 你不要弄错 我不杀你 是让你回去叫更多的人来 方便我将你们玄姻宗 严根拔掉 玄姻宗 含尽 二转仙丹还在他手上 为什么不把二转仙丹抢回来 对啊 有了二转仙丹 我稍微没准就能突破 最后的笔迟 我才能对付玄姻宗的天和一杀 这是在私底 你还傻傻的 让他们全姻宗全宗出道 二转仙丹我已经给你们了 没保护好 关我什么事 干什么 他可是帮了我们 李天元 你能打退殷莎公子做得很不错 今日起 我便任命你为首席弟子 叔叔 我才是首席弟子 你也看到了 监阴宗对我们新牧宗的威胁 光是一个阴沙公子 便能押服我整个新牧宗 我希望你能马上交出太野坟心术 这已经关系到我宗的生死层了 不如不用些手段 你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抓去当顶奴吧 玩火自焚 出来的真是时候 西木宗宗主 请长老 中央门人 全到我这里来 这个声音 是台上长老 什么 台上长老还活着吗 没有作画 走 各位长老 随我去后山 一急走一趟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都生了 都来了 老夫闭关十年 终于突破至圣黄境中期 公营太上长老通关 想不到太上长老居然真的没有作画 我西木宗有希望了 看来阴沙公子召唤出来的毗罗兽 应该是察觉到了太上长老的存在 所以才退去的 果然是周天子想多了 这李天元没什么厉害的 说不定破证 都是太上长老在出手 这十年来 西木宗可有大事发生 这 说来话长啊 那就先不说了 我这有件要事 需要你们办 太上长老吩咐 我自能效力 找到曾在西木宗 喂养马匹的李天元 什么 太上长老 您说的李天元可是他 我真是你 太上长老 我宗他也分心术在他手上 您看 太上长老 此次偷到我宗秘书丹药 更是嚣张一场 杀害我宗弟子 全然不将我西木宗放在眼中 还请您出手拿下 一定不能放过他 太上长老 他虽有过 但方才还拯救了西木宗 哪是他呀 必然是太上长老在背后出手 你 太上长老果真和李天元有过节 摇动神 李天元 你自求多福吧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我不是你师父 请师父务必收我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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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收我吧 收我当徒弟呢 什么情况啊 高高在收到台上长老 邻居跪拜可逃 竟然只为了让当初的马头收到徒弟 你资质太长 我 你真和心去台上长老资质太长 不愿意收 马车爷 你来 打我一圈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你天下之道 你真不是做梦啊 学生自知天字愚钝 不配成为师父的门生 不过学生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心目中自我这代棋已然没落 为振兴我宗门 请师父选我心目中八名弟子 教导一月 五人只交半个月 师父 当年毕竟也是我教阴寒的丫头怎么炼花百炼丹才救你一命啊 你就不能实现我这小老头这点小小的心愿吗 五人只交半个月 我治好了你的案集 修正太义坟心术 使你不至走火入魔而亡 我们的账早平了 那块玉在何处 还在境地里 三人 五天 我明天就娶娶 至于人选嘛 我宗天父最好的自然是圣女 她算一个 剩下两个您看的顺眼随便挑吧 太上长老 我宗丢失的太野分析书还没下落呀 嗯 刚才激动了 没听到你们在讲什么 哦 你说太野分析书啊 一直在我身上啊 当时闭关的急就把他一起带进去了 没想到会是十年之久 时间差不多了 我有点事要去处理 记得把东西拿给你 恭送先生 太上长老 好 这个丽田园到底是何方神尚 为何连你都对他如此态度 甚至连连下跪啊 我今日的表现不可外传 西间之势更不可外泄 否则 这是孔正的枪程啊 恐怖如此啊 刚才的气息全然不同啊 一定不会外泄 尽见全部的所见所闻 教授三人 五天 这是我所能为宗门争取的最大机遇 太上长老 我新牧宗威业 玄音宗对我们俯视眈眈 东皇陵刚有魔物思念 时刻都有灭宗之位 如今您已是圣皇季中期 还请您重掌新牧宗大局 证我们人弟子信息 我一会儿便要动身前往境地 你们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先生但凡有什么要求都要满足他 是 我明白你们心里不服 你们可知太爷焚心术 其实从古传下来便只是一部残卷 只是残卷 历代宗主太上长老休息的也都是残卷 不过每一代都会留下些见解 来完善太爷焚心术 但人无完人 在历代不断的积累中 太爷焚心术的缺点也被放大 到我修炼时 已是击重难返 是他将其补齐 并修改完善了历代新牧宗 仙人批注中的错误 天纵奇才啊 也是在那一刻起 我宗才拥有了真正的太爷焚心术 历天缘 就是上天赐我心目中的天大机缘 可恶 跟着我的同存侍从被杀 所谋见证被毁 就连秘密都没管住 你去玩去 有这么多东西 我还怎么会使门交代 就这么回去 我迎杀的名号一定会被剥夺 好在还收获了一名二转仙丹 带回宗门一定能将功补过 觉得要向西木宗报仇 觉得要把那家伙抽筋八批 小哥 手里东西不错呀 动不了 下 你又想干什么 白鬼中 惨鬼 白鬼中 恶死鬼 白鬼中 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他们 这可是一棒 故人不轨 修为极高的怪物 无计他们中的恶鬼和厉鬼 岂可能是大地境的绝世强者 刚天提 背后还有传统中的鬼王作战 原来两位是白鬼中的鬼大哥 不知有何见交 我们来帮你实现愿望 对呀对呀 你不是要毁掉新木宗吗 我俩来帮你呗 反正我们也正要去新木宗 两位鬼大哥 你们真愿意出手 当然了 只不过我们不白出力 这面丹药就当做是我们的报酬了 这 两位想要酬劳 我可以另外结算 我是玄英宗的婴沙公子 我宗有的是天才宝药 你不愿意 两位鬼大哥 我现在是有罪之声 全靠这枚丹药 才有恋回玄英宗 回日升国 我不妈妈的 我的手 你这家伙 这家伙真恶心 这下我可没了品尝这枚丹药 没仙丹的兴趣了 那就带我去给饿鬼 怕拿到了 你开心 可能还会奖励我们很多好吃的 回去 在新木宗完蛋的消息吧 好的 你快看 是他 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不是被宗主他们带走了吗 他好像已经是首席弟子了 这次见了太上长老 莫非是被认可了 他没事 娘 爹他 小枝 你很喜欢他吧 但 我们不能继续和他产生关系 不然只会拖累他 他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小枝知道了 对不起 燕涵 娘 外婆 燕涵 现在情况有变 丽天元身份不一样了 你就留在宗门内吧 不要回云启风了 回家看看吧 见见你爹和郁暖 果然 以太上长老的性格 肯定求着他教导几个学生吧 我看一眼爹 就带小枝回云启风了 为什么不早说 太爷焚心术不在你手上 我说 我说 你们信吗 那你也没必要向玄音宗彻底宣战吧 敢盯上我女儿 我不该把他们连根拔起 不客是太上长老都想拜师的人 真狂啊 我劝你一句 有些东西不能乱跑 你什么意思 上你一句就过来 剩下两名弟子 你也抓紧挑选了 公子 出来了 马云师兄 这次通过乱心洞的人 全在这儿了 恭喜诸位通过心目宗第二轮测试 今日起 你们便有资格成为我心目宗弟子 天主 这孩子还是不错啊 信念坚定 一往无前 根本没被这乱心洞缴了心神 之后 你们将会被分配到杂医院 一个月后 你们通过资质测验 就可以正式派入烟雾堂 以供法 公子 你算是什么 难道是东皇林里的魔兽 竟然跑到我心目宗山门内了 好重的攻击 完了 生女来了 不不 这畜生实力不俗 我们得合理才行 你们先挡住另外两只 我们解决这之后 马上过来 好 王云师兄 保护他们 另一只交给你挡住 他们刚通过失恋 还不会任何攻法 真是麻烦 根本不是这魔兽的对手啊 没必要为了这些还不算心目宗门人的家伙拼命 你去禀报宗主长老 让他们出手对付这些魔物 王云师兄 真是个脑种 出手吧 公子 面对这魔兽 小夜可没有手段保护自己啊 我要让他死一次 记住下面那段楼堂 为其知识运转堂 头子 附近 公子 你莫非是想 纷背一下 用感同身兽 将我与雪月链接 公子 让我来吧 我自己来 明语 我们开始 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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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死亡 吗 不要跟着你还是一起玩 杂套 哈 你是小夜 混到我的 人都一起走 小夜好 让他跟我等着 明天我就叫我爹打死你们 吃饭了 娘 你呢 我吃过了 娘 我不是太饿 你帮我吃掉点吧 我也是 不好意思啊 这个月口粮送的迟了点 不过 就是这不要脸的圣女 带着这俩小畜生 饿死了也活该 不许你这么说 娘 嗯 嗯 我逆吻了是吧 哎呀 哎呀 哎呀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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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老老实实 我昨天这点吃的也不给你们 娘 你没事吧 没事 王师兄 哎 照你的吩咐 借机打了他们一顿 嘿嘿 好了 该轮到我去献殷勤了 刚刚 是传说中的走马当吗 我一定要变强 我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我们 我会代替我爹 婆婆娘和姐姐 痛 好痛啊 我真的 又死了吗 我最后 还是没变强 我还是保护不了 娘和姐姐 娘 姐姐 救我 救救我 如果之前 扔下它 就好了 爹 好强啊 被这么刺穿 还没事啊 想不到 他为了这个孩子 竟然直接冲出去 挡住魔兽的攻击 居然真的突破了死关 这个年纪 突破了常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的死关 若是天脉弯骨齐全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啊 公子 公子让我们不换剑 让小叶以为自己受了攻击 再用感同身受 将死亡的感觉 移到小叶身上 但其实 刚刚死了一次的 是公子 慌什么 殿主就是不死的 就是无敌的 更是从不食言的 我们还要跟着殿主 实现我们天力殿的理想 况且 我们不都是殿主交出来的吗 你还怕他失手 唉 想不到还能有一天 被你这个八俊最弱说的 不许这么叫我 我总有一天 我超越你们七个大 殿业不散 刚刚发生了什么 难道东方灵的高阶魔兽 跑到我心目中来了 雪爷没事 你呢 没事 赶紧来人抱他流伤 娘 姐姐 姐姐 你可以从云启风上下来了 这两孩子难道就是 小枝和小叶 小枝 这是你预暖小姨 小姨好 好可爱的小娃娃 圣女还请注意身份 莫要随意与人攀谈 古道长老 我可不记得 圣女连话都不能讲 可以说话 但不该与罪人交谈 尤其是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圣女 你要以她为贱 勉励自身 不可做出出格之事 这是 是你 哼 我要是你 这俩聂主一出生就该杀了扔了 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哼 本长老最耻辱的事 就是当年还准备为你护道 恨着你就来起 还敢挡 姑姑 为了你自己 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也当救自己一命 她在场 你恐有性命之忧 叶生 谁 我斩了你 住手 你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要护着石爷 害你这个贱人 立天元 住手 什么事不能好好谈吗 宗主 立天元 我没时间和精力与她之后 所以 我用最直接的方式来看 你也出现在我面前 天元 你怎可如此 当年你 产出魔兽有功 这次并不与你计较 下次注意 乖 姐夫你 我知道 姐夫你已经手下留情了 不然或我早没命了 这事 我帮你招过去 你就敷衍的应一声吗 心目踪奈活不了我 除开施玉弄 另外教导的人选 我已经选好了 什么东西 你想教我 你有什么资格教我 王鹏师兄 你似乎自作多情了 他指的应该是马元师兄 我 他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不如马元 不如 王鹏师兄 你有点消丑 最后一个 就是他 那个小鬼 李天元 太上长老求 我今日的表现 不可外传 悉心之事 更不可外泄 太上长老将重任交托给你 让你选新木宗弟子指导 你怎能如此儿戏 马元也就罢了 但你选一个孩童 他通过了新木宗测试 不算新木宗弟子吗 宗主 他通过我新木宗两轮测试 虽未正式修习功法 但确实算是我新木宗门人了 好了 别废话了 明天晨时 我点到的人过来此处 现在 全部滚吧 你 你 走 你好歹也是新木宗宗主 被他这么羞辱 一点反应都没吗 先看他能交出什么样子吧 这高阶魔兽给我的感觉很怪异 与其说是进化到了高阶 更像是变异 这高阶魔兽给我的感觉很怪异 与其说是进化到了高阶 更像是变异 去东黄林看看 说不定还能碰到老朋友 来鬼众 李竞才说有两人来 这么快就到了 看样子袭击 新木宗的那三只魔兽 能和他们有关 动手吗 我先会会他 你也不怕 吃出问题 我啥都能吃 倒是你 馋鬼 不要这么挑食 你看你 越来越瘦了 我只吃我馋的 只吃好吃的 看不上的东西 吃得作甚 好了 召集差不多了 先攻一轮新木宗吧 这是鬼神秘法 南方是 李鬼 李鬼 你怎么来了 在做什么 李鬼 我们是恶鬼派来的 跟你讲 终究不太合适吧 恶鬼 让我们来新木宗 拿一样东西 一块玉 对 让新木宗的那样 帮我们找 李鬼 你不能威胁我们啊 刚好 我们来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小哥 把他的手 和一枚二转仙丹 送给了我们 馋鬼就准备 拿到恶鬼药的东西后 就灭了新木宗 刚刚就是在做第一轮的测试 看看新木宗目前的实力 这些木宗 是你做的吗 不是 我们只是控制他们而已 这里所有的高阶魔兽 不知为何都是变异而来 连灵智都没有 没我 你们与内影接头后 就回去 直接回去 可恶鬼那儿我们怎么交差 他要的东西 我们 就拿这个交差 石头 可恶鬼要的不是块玉吗 走吧 还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有时候觉得 厉鬼是不是比恶鬼还要强呢 厉主 想不到新木宗居然有白鬼中的内应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厉主 你是怀疑这里的水有问题 太上 李卿硬变无停 出邪玉气 戏惊魂鬼 公子 看来魔兽异变的人同 是这 这水中 含有极其微弱的料理 和一丝荒域的气息 这些魔兽喝了 时间一久 便发生了变异 李卿 厉主 少公子天脉魂谷一事 还在查 叫你过了 还有另一件事 此处东黄陵水源源头 在何处 东碎国陵国 日升国 日升国 近日探到极密消息 日升国也想炼制决天神药 探索荒域 但他们炼制失败 药炉爆炸 作为素材的荒物 也因此泄露 陈牙处理荒物污染 就需要花费大量天才地方 但日升国 并没有大量物品掉进去 公子 你是怀疑 日升国偷偷将药炉的污染物 那荒物也是荒域的一部分 若不加解枝 是能污染持续 污染所过之处 情绪也会变成荒域 先兴苦苦把荒域退回去 这些混蛋倒 这是不过天下黎明的死活了吗 安排人通知一下方舟烈吧 学业知识继续查下去 日升国也跟进消息 等我忙完新木宗的事 或许该去看看 明白 明语 玄音宗就在日升 这次你陪李轻易进去 哇 店主 是要灭宗吗 你注意放心 让我一个人动手了 玄音宗还有点 先别灭 六日后 与新木宗大比结束 玄音宗剩余在宗门的那些人 你做下扫尾工作 扫尾 那算上玄音宗老祖 也才几个高手 没啥挑战性啊 给了你活 就好好去完成 店主 我们去了 姐姐 你和姐夫怎么了 感觉很生硬啊 他不是你姐夫 你别在我这装了 我还能不知道你 我原本打算再过一年 就带着小枝小叶 离开新木宗 找个没人的地方生活 或许明诸如此 他还是出现了 他要做的是翻天覆地的大事 为天下云云众生 天际无限傲施 或皆是他敌 我和孩子的出现 将成为他的软肋 他做事就会多一份顾忌 只有和他撇清关系 对他的影响才能降到最低 我知道我阻止孩子认他 对孩子们是残忍的 可我真的 不能再拖累他 姐姐 你从小就这么执拗 有时候啊 你还没有我看得开 姐姐 你可曾想过一件事 有你和孩子在他身边 对姐夫而言 比他出现弱点更重要呢 很重要 姐姐啊 何不自私一回 别老为姐夫着想 也想想你自己最想怎么做 啊 哎 这对赤男愿女可真麻烦 还得我出手 嗯 等等 刚刚姐姐是不是说了 哦是武仙 等等等等 我知道姐换一枪 但他 他不配手 不是所以说不能 是武仙这一当的吗 啊 他这么有实力吗 你没事吧 没事啊 我叫树枝 你呢 那我就叫叶片吧 下雪了 你还剩多少时间 两年 我努力撑倒三年 对不起 原谅我的自私 我又要拖累你了 你我夫妻同心 何事可去 答应我 若有人以我姓名威胁你 此事绝不会发生 谁要是敢 我便是将这天地灭绝 也不会停手 既然无法避免 我就绝对不会拖累你 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恢复修为 解开封印有两个办法 一是拿回我为圣女时 所修的根基 但这样子 会让现在圣女欲谋 修为禁尸 这是我不愿见到的 二 便只有硬解 这个逆阳五行大风劲 我研究这些年 已经能解八成 再有一年时间 我便能全部解开 原本打算解开修为封印后 就带着小枝小爷离开 找个无人的地方生活下去 这是我目前研究出来的解法 你比我更精通阵法封印 对不起 今后要继续给你添麻烦了 以后 不许再对我说对不起 这三个字 回家 我们既是夫妇 那便是一体的 我家不就是你家吗 在西木宗 我只教你们五天 能学多少 看你们自己 食欲暖天赋很好 但根基不老 加之体内庞杂之力过多 不出二十年 身体会逐渐承受 极可能暴体而亏 圣女之力力的 但终究不是自己 天赋不行 失踪 逃不过此 那姐 丽先生 我该怎么办 记住这道气息流着 不停运转 并将体内繁杂的气息 直入归礼 你根基倒是稳固 但修为却是一塌糊涂 你的功法 是那个马层岩造 的确是师傅教的 照着上面的功法链吧 注意 不要急于破镜 只将静解 控制在真人境 你为什么会选我 明明其他师兄弟资质 比我好得多 至少 你面对阴沙和魔兽袭击时 没有退缩 在你正式修炼前 你先大概了解下目前普遍的境境化 为托凡 真人 林爵 定好 君王 圣皇 大 而每个境界 而每个境界 又分为初境 中击 高疲 巅峰 其中大地境比较特别 其境界再分三境 依次为击 万象 幸福 那每个境界 有什么特点吗 暂时了解这些就行了 其余的 等你入了托凡 再与你细解 你今天 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这颗石子捡回来 啊 剪石子 这又怎么理 不想死 就继续向前 拿到那颗石子前 攻击是不会停下的 他不是开玩笑的 锁魔剑阵 你怎么也会锁魔剑阵呢 换法同 区区一个小剑阵 有什么难的 不对 你让一个孩子 闯着剑阵 你要他死 还不如直接一剑 结果他来得轻松 杀并过多 修理 不要存在侥幸心 这个阵法 现在已经脱离我的空间 只有拿到石子 攻击才会停 此刻你的生死 已与我无关 这越来越厉害了 哪儿都没石头 哪儿有空隙 可以动 又没了秘境 怎么死 冲过去 受伤无法避免了 不然真的会死 冲 公子 你上次传小夜的 便是八苦神宫中的生死二绝 不错 体验死了 可好生 突破生死方关 以后再以太野焚心术辅佐 便可为他躲下基础 还是最后一天 在阵阵变强之前 我还不能死 对生的渴望 将身体感官发挥到极致 小夜看来顺利突破了生关 隋风 回趟天理殿 把那东西拿过来 好好 我难道又死了 今天到此为止 就这么结束了 不该秦家苦练吗 没必要 宗主 你总算回来了 青云山 是何反应 你是否答应来源 又提什么要求 再有几天 可就是与玄音宗大比了 秦 秦山 秦山只做山都被推平了 啊 青云山被推平了 你开什么玩笑 那么大做青云山 叶长老 宗主 弟子绝无半句许言啊 真做秦山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好像 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好自太上长老已经出关 对玄音宗有所制造 但他前去禁地后 就一直未回啊 难道真要 立天元教导出的弟子 我心目中才有一丝希望 让下长老 把那枚五转仙丹交出 小叶今天跟着爹爹 行脸的怎么样 我是不是马上就能 秀秀的飞来飞去呀 对于你 其实小叶的心结 才是最重的 给他点时间 步伐 你终于回来了 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喝酒去了呗 玉能 帮我去弄碗醒酒汤来 嗯 叶寒 你照顾下你爹 我过去一下 爹 坐下 外公 叶寒 这俩小鬼就是你生的宰呀 我这个老的 为人暗算 经脉全毁 你这个小的 又是根骨缺失之症 还有你 修为被封 废人一个 我们这一下 还真是绝配 从老到小的 都是废物 不凡 这里有一枚五转仙丹 你扶下吧 或许能治好 没用的 下手之人极其很多 我浑身经脉不止全毁 还被抽走了大半 爹 新酒汤 有什么 我清醒得很 听说和玄音宗的大比 要开始了 照我说呀 赶紧投降 变入玄音宗算了 你们怎么可能是 玄音宗的对手 真的 没用吗 没有用 心死的人 怎么样都救不我 哈哈哈哈 你说的对 就我这样的家伙 死了对大家才好 你这个样子 确实不如此了 经脉全毁又怎么样 你现在是走不了路 还是做不了饭 一点挫折就自愿则 害你的凶手找到了 你的脑子 有被人走坏吗 你还有着 那么多年的修炼经验 你可为你的女儿 指点过哪怕一回修炼上的问题 你教导过新木宗任何一个弟子吗 我 我曾经也背负这振兴宗门的宏愿 但是我 活着除了给家人添堵浪费粮食外 你还做了什么 李天人 你不要说了 你们迁就他 我不会 你只想着你自己 有想过你的妻女吗 你这个自私的孬种 不过这一点 我也没有资格说你 我出去一趟 师兄 真的要去讨要那枚乌赚仙丹吗 这是宗主命令 夏长老难道还敢不尊吗 当着好歹是那个师不凡家 他当年可是一人一箭盗瓶魔宗 杀得魔教人要麻烦 更是创造无数神话之人 他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不用管他 混 你是什么东西 混开 我们是来向夏长老套有五转仙丹的 师兄师兄 他是兴进的首席弟子 就是你抢了王和师兄的首席弟子外 我这就请王和师兄教训你 多说一个字 这是宗主令 你看发卡棒 我的手指 那又 公子 这是按照你的要求 用那俩铜锤为小叶打造的兵器 不过公子 小叶到底没有天脉魂 哪怕突破了生死关 但真力无法周身运转 终究 国自有防 这是 从那个张铜身上挖来的天脉魂骨 公子 原来你是准备让小叶构建外部的真理 哪怕 二日寻回自己的天脉魂骨 若是契机合适 这兵器 只怕也会晋级为有灵质的仙气 这天脉魂骨虽不是雪叶 但也算得上上 珠城雪叶的半身兵器 倒也合适 公子 他们也到了 乖近鬼差 不知两位鬼差大侠光临 有何吩咐 那还有什么事啊 那那块玉还要问吗 走下流程 两位鬼差大人 可有什么难言之意 这次来 需要你在心目中 寻得这样东西 齐天玉 又好像叫星辰玉来着 反正你就照着画像找吧 鬼差大人 无限星目宗有一劫 玄音宗无日便会来死 借是星目宗必定被吞并 还请两位大人相助 化解危机 这样也能确保得到宝物 不然就有被玄音宗抢驱的可能 徒增麻烦 行行行 帮你摆平 多谢鬼差大人 成鬼 你为什么答应他 我们真要帮忙 厉鬼在呢 我管得心目宗洪水滔天 我们先想想 怎么过恶鬼这关吧 也是 真是阎王打架 祸及小鬼啊 真如公子所说 是的 公子 要顺手解决他吗 心目宗的叛徒 还是交给心目宗门人自己解决吧 不烦 还不睡啊 君仪 我习惯了赞誉 但突然之间 所有的称赞全部消失 都变成了可惜与比喻 我受不了 只有喝酒才能麻痹自己 那小子说的没错 一点挫折而已 我至少还活着 脑子还能动 君仪 这么多年 家里都靠你撑着 我一点责任都没付 对不起 我等你醒来这一刻 等的太久了 哥 你怎么 也该梳洗梳洗 真分下精神了 今天以后 酒也该尽了 也是这小子变形了我 严寒 玉暖 这是我连夜编写的修炼心得 以后修炼上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可以来问我 爹 其实我觉得我有起伏的指导就够了 我果然是个废物 爹 你的心血 我会好好收着的 别付我 喝茶吧 嗯 我破碎的经脉 全好了 这杯茶 是这杯茶 才早知 请说师不凡一拜 哪有能归我的 不过 你若想真正重生 依旧不可谢她 你刚恢复经脉 还得适应一段时间 按照上面的指示修炼 可快速帮助你适应 你先低调调养 等到差不多时 扶下那枚五转仙丹 你就能恢复到 巅峰状态 玉暄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不用谢 五天后 还有一份大礼送你 大礼 你毁经脉之仇 不报 你知道是杰害我 等着吧 他自己会跳出来 不凡 太好了 天元 你过来一下 天元 小爷的天脉魂骨 在他被张瑞抓走前 还是完好的状态 那时我已经在为离开 西木宗做准备 特意检查过孩子的身体 也就是说 雪叶是在被抓起前 被人挖去了天脉魂 只有这个时间节点 不过小池和小爷 一直在一起 他们两个却完全不知情 小爷甚至连自己 天脉魂骨缺尸都不知道 动手之人 不局深远 不仅瞒骗了张同 与九云上宗 而且是在神不知鬼 不觉的情况下 完成了这一切 目前可以肯定此人 或此组织 与九云上宗 必然有一定联系 或许 该提早一步了 你说会不会是他 毕竟小爷 也算得上是他的后人 说真是他 倒还少了事了 今日开始 磁碱不离身 好重 先用这套功法打基础 好神奇啊 我突然感觉这铜简 仿佛是我手脚的感 未来还是很重 毫生修炼 你干什么 助你修炼 修炼功法 不该像他们一样吗 你不同 可恶 他真的不是在玩我吗 宋主 那个丽天元不存宋主令 还不有分说 就折断了我十根手指 你一定要为弟子做主啊 岂有此理 宋主 我现在就集结门内精英 向丽天元拿下 慢着 跟上去 周天慈 西目总如今乱局 你宗主之位 住净保不住了 看看往后 还有谁 会把你的命令当回事 当真是从未有过的书房 看来这李天元 给我的功法 确实非同凡响 李天元 胜看不起我 今天我便召集 精英弟子 你杀你 你杀你 李天元 小心 当真是从未有过的书爽 看来这李天元给我的功法 确实非同凡响 李天元 胜看不起我 今天我便召集精英弟子 你杀你 李天元 小死 王鹏许秋 握手 不是吧 我和美马云一掌推开了 他俩可只超了一个境界呀 大意了 我居然击退了王衡 难怪之前没选他了 确实不如马云 徒有其表 说到底 当上手机弟子 还不是靠他舒服夜景张老 找起你们是来脚手跟的吗 仅仅与李天元修理两天的马云 我都拿不下 小可 弱不回手机弟子的席位了 几个礼王文居然会用在他身上 打费你 最杀了李天元 我死 好重的攻击 怎么一下子强这么多 让我死我 依旧能硬我 这不可能 马云的境界变化地 我还吃了礼包玩 怎么可能被他打败 居然打败了王衡 可是我的境界并没有提升啊 多谢恩师教导 想不到他亲戚交了两天 就能让人脱胎换骨 太邪了 境界是衡量强弱的一种方式 但不是绝对 我只是应了教导你们五日的交换条件 我们之间不存在师徒名分 刚刚马云所展现的气息 怎么有点类似太野焚心术 但又不像啊 李天元 你难道将太野焚心术交给了马云 我根据他的情况 重新修改了 别人脸没有他这种效果 你却将本宗秘书传出去 你好大的胆子 他是新木宗的 没错 那有什么不能学的 就是你们这种 教什么都藏一手 才会一代不如一代 功法只是功法 强于风 只看个人 可恶 李天元你这个混蛋 不但抢了我首席弟子的位置 还叫马云宗门秘书 让我在主人面前颜面扫地 真是这凡人的苍蝇 杀害我弟弟 我比你与你不死不休 那就死吧 你难道杀了王恒 他不是要和我不死不休吗 这本光满足了他的怨恨 混蛋 你 我现在越来越没耐心 多说一句话 多断你一句 李天元 你说的并非全无道理 但你也不能将本宗 至高功法随意传出去 你是不是太不把 我这新木宗宗主放在眼里 你也不过就剩几天的性命 好好珍惜吧 还有 不要打那枚五日天的怨 谁去 谁就是下个猫 我就剩几天性命 我看是你活不久了 你且等着 有你背的时候 来了 玄英宗 玄英宗几乎全员出动啊 连玄英宗宗主都来了 吞并新木宗之心 招然可知 想不到本次弟子间的切磋 古宗主还亲自牵来 你西木宗 不是扬言要我玄英宗全员出动吗 不是想将我玄英宗赶尽杀绝吗 如此气势 古兽天之修为 已然是圣皇境初劫了 看看这些家伙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天和 不要掉以轻心 西木宗有个极其厉害的家伙 杀害我两个同权师尊 甚至破了我的所谋见证 你个定侯境 外加师尊给的各种法宝 甚至还有皮罗兽 却连个西木宗都压不下 被这么一帮人打退 如今还守了只守 你还配合我齐名吗 我今后一定会学习 整个西木宗的 周宗主 我们也不用继续客套了 冒犯我玄英宗 就只有死路一条 除非西木宗 成为我玄英宗分度 大家就是一家人 西木宗交出资源 我便既往不咎 否则 人挺齐啊 又是那个家伙 就是他杀了我两个同权师尊 不是要比试吗 赶紧开始吧 也不用一个个打了 就你吧 出来战一场 人挺齐啊 又是那个家伙 就是他杀了我两个同权师尊 不是要比试吗 赶紧开始吧 也不用一个个打了 就你吧 好 过来战一场 我还以为打败你的是什么人 原来是个傻子 只要想直接挑战师尊 公主息怒啊 冒犯玄英宗 这都是力天免一人所为 所有的事也都是他惹出来的 哦 难怪西目中这么能了 原来是交出了高徒啊 能不能别废话 赶紧打 你小子狂不了多久了 我师尊出手 一根手指头就能 先忍忍吧 现在懂 把其他人吓到了 鄙视打不成 也可惜 实在 这西目宗可惜成狂 既然我这不成才的弟子 来称之场面 会会这个狂播 去吧 纯帝西目宗前 杀上他们的欺验 是你先上 还是鄙视弟子一起上啊 君文 别凑合 上吧 开什么玩笑 让这个小鬼上去 这不相胡闹吗 他有这个势力吗 就让他打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一个小孩子 你居然让一个小孩子 和我打 如果压制到相同境界 你不一定能占过他 我 我今天就屈尊降跪 陪你们玩玩 你在开什么玩笑 一个刚入托帆境的小鬼 来揍我对手 我还以为这小鬼有多强呢 就这 小鬼 我今天就压制到和你一般的境界 与你一战 别说我欺负你 你要是同境界下打败我 我照样认识 不会吧 这个小鬼入托返境了 啊 这才几天啊 我当初迈入托返境 可是用了花一年的时间啊 小燕加油 打败他 那个就是你说的仙灵之体 就是他 我的神通之夜不会看错 好啊 夺了这小丫头的仙灵之体 我必有望成为大帝 小鬼 卷东西 先发制人 敌人到一路 全力 没见 什么来的 大帝我生他 哎 啊 动手里妈 死死 每日游公子高强的温潮 加持八股神军中的生气 小燕的感官 已然超越场 压制修为的天和公子 是打不动小燕的 小鬼 怎么老是打我又变手 追着伤口打 越打越 那方没有伤口呢 没有伤口 那就想问 是怎么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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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修为下 我居然 我难道真不是他的对手 小鬼 血血如体 一动之间 君王阵 想不到天和公子居然达到了君王阵 他才三十出头啊 将来他必定能成就大地之境 搅动天下风云 我心目中 可能真的只有当年的师父凡师兄 才能与之遗教 你耍赞 天和公子 不是说好压制修为吗 你如今爆发 怎能如此不守承诺 就是啊 对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给我闭嘴 耍赞 你不要脸 你根本打不过小燕 死 死 丫头 我 你想保护他 那我就当着你的面 叶化他的先灵之体 给我滚 你很弱 但你将修为集中一点爆发 未必挡不了强者的攻击 集中一点 你很弱 但你将修为集中一点爆发 未必挡不了强者的攻击 集中一点 你 少死 死绝 让小燕爆发出超越自己极限的实力 再加上集中这一点 保不准还能破个一两种 什么 只能让这个不凡击的小鬼 二再三二三地羞辱我 给我死 给我死 记住并熟悉这种感觉 以后碰到境界比自己高的 不能慌了神 好 想不到你居然还真有点实力 但是没用 今日让我受辱 别涂了你们谢沐松 谁杀了你这个小鬼 然后 有些事免 该让你见见 好了 你们已经没用了 畅狂至极 今日我便覆灭谢沐松 十项天地绝杀阵 居然动用十项天地绝杀阵 这怎么挡得住 古宗主 住手啊 我古树天行事向来雷厉风行 杀我弟子 必要灭族 九幽闻洞 天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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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音宗 灭了 这是立天元干的 玄音宗之为化解了 混蛋 侯 不错 还让你撑过去了 可为我玄音宗 不会放过你 七日 无 玄音宗第五十六代掌门 根据玄音老祖将士 输灭凶手 此刻你想怪你而来的 这是我玄音宗的最强老祖 老祖来了 你们都要死 然后你们都给我陪葬 什么 什么 玄音宗三位老祖都已消守 玄音宗从此不复存在 终于人前献胜了一把 不错不错 有点小爽 啊 臭 公子 公子 任务已完成 玄音宗剩下的 也处理干净了 没有玄音宗 没有玄音宗 等于得罪了整个人生过 背后的大人物 不会放过你们 慢慢适应 这种场面 你以后或许会经常经历 我看不见 你说什么了 玄风叔叔 是你们 结 结束了 结束了 好戏才刚刚开始 那是 太上长老 太上长老 玄音宗都被 看来 玄音宗之威已解 似乎了 多谢先生 结我心目宗之威 东西 已经取来 先生不知 我未取此物 我可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 最终 凭借百折不挠的毅力 才顺利取回此欲 您真不考虑 收我为徒吗 先生 您不考虑一下吗 你不是想要这欲吗 天赐 李天元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该称呼你什么 新牧宗宗主 还是百鬼中的潜贵 你是百鬼中 安插在新牧宗的卧底吧 当年师不凡经脉被毁 也是你干的吧 什么 宗主干的 不可能 你血口喷人 再说 证据 证据在这 是圣女 方才 我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时 前往周金寺房间 找到了这枚白鬼文章 以及这封 由你亲笔签名的 白鬼斥令 什么 这些白鬼猪的东西 宗主怎么会有 隐秘发隐秘 除了白鬼猪 怎么可能会被人发现 是啊 隐蔽秘书 怎么会被破解呢 不强 我刚好会解 更不强 他刚好教过我 周天寺 你是不是该给个解释 连句冤枉都不喊吗 何必与你们纠缠下去 谁呀 你是不凡 于是你 却过了他的那些 极高高的着势 我可是实时积在骨子里呀 不凡是行 居然恢复修为了 当年就该笑死守的 周天寺 这家伙我来收拾 呃 呃 呃 爹娘 都这个时候了 能不能别另外了 这些该做的了结了 呃 先生 你别管 交给他就行 可先生 你别管 施不凡 毕竟才恢复修为 而周天寺 可是比他多了整整二十年的修炼时间 这 你就看着吧 施不凡 我进入西木宗后 处处被你打压 有人都认定我样样不如你 知道夜景那家伙为何处处针对我吗 还不是认为是我抢了你的宗族之外 反正 我一直比你强 从我能毁你经脉 你就该知道 我比你强 哼 不过是用偷袭手段而已 哎 我太重了 你也适合被我女婿骂一顿 你弱怪精 到哪儿 我不知道你的经脉是如何修复的 但你的修为 怎么可能进步的这么快 哼 那就要多谢我的好女婿了 看来丽天云那枚无准 现在是为你准备的吗 好吧 原来一切都在她的盘算之中 出天词 死猪吧 真当我白鬼中好欺负吗 本来还想给新木宗一个机会 毕竟我也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在里面 他现在 带我吹枪的 白鬼中大军就会杀到 解释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啊 白鬼中大军 白鬼中可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呀 阻止他 住手 仇 不好 不好 Homer 怎么还没来 19 Judy politics 碟前 看来 白鬼仲也并没有理会你啊 知道吗 成为宗主能知道不少秘密 比如 调动新宗神器 新武宗神器 而新武宗宗主 是我们一个能调动此神器的人 果然是我新武宗的神器 你们以为我这么多年 新武宗宗主是白当的吗 我今天既然敢跳出来 自然有十足的宝 难道我真会把所有希望 碰到白鬼仲身上吗 你莫不留天 神器 竟如此为例 来鬼仲不来哟 新武宗神器在上 今日起立 便自立门户 我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 彻底臣服于我 所以我开创新的宗门 一切都还可以照镜 否则便只有死路一条 是神器威力巨大 我们怕是扛不住 没回应吗 那我就便杀鸡静猴 让你们再见识见识神器的威力 丽天元 今日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本来新武宗老老实实交出资源 我依旧是新武宗宗主 你能顺利限制住新武宗的发展 完成白鬼仲的任务 混蛋 果然是这家伙 新武宗才会逐渐没落 丽天元 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真正的修为 到底到了何种地 哪怕你用灭玄阴宗那一招 我依然不惧 哼 丽天元 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真正的修为 到底到了何种地 哪怕你用灭玄阴宗那一招 我依然不惧 必须危险 你先退下 面对神器 可不是闹着玩的 即便是大帝 也不一定能借助神器的威力 丫头 我来替剑主收拾你 既然他指明道姓要我 那我便也活动活动手脚吧 看样子店主准备亲自动手 哼 错过让我在人前献生一把的机会 献生再是大财 面对神器 只怕还是力有不大呀 你已救我星目宗数次 这当叛徒 还是让我这星目宗太上长老来吧 哪怕拼上我这条老命 也要护得星目宗周全 老大 不要打扰我家公子 不过是神器而已 可不是没见过 年轻人 你 动不了了 完全动不了了 这个年轻人的修为 难道在我之上 面对神器 你倒是勇气可佳呀 不过在你临死前 我有一个问题 你是从什么时候 发现我身份的 从你第一次出手 阻止下军遗失 就察觉到你功 运含一丝微弱的诡异 你看得出来 平常人不可能看出我这一丝诡异 而且 你还能破解我不得禁止 你难道也是 你猜呀 那 可恶 李天元 今天就凭着我手中的神器之威 灭杀你 我 我 我 糟糕 娘 你点他 不用感谢 你是什么身份不重 我也是我神器之下的亡魂 那难道是 仙器 仙器 这是唯一能和神器抗衡之物 神器天成 仙器后脸 与神器不同 仙器成长 靠近强者惊喜 因天地精化 彼此可不知实现反兵反务 但通过斩杀强者 既然强者之精血不断进化 才有炼成仙器的可能 与仙弹分为一转至九转相同 仙器也分为一品至九品 我虽看不出先生手中仙器的品级 但我可以确定 此仙器 斩杀强者只怕不下万人 方有此刻气势 话说还要按照我多久啊 看来有更好的希望 女婿到底是什么人 随手修复我的经脉 还不算仙器抛衬 修为更是让你捉摸 此等人物 不可能借记无名 令人是梦风一霸珠啊 仙器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后手 等等 青云山被推平 是你所为 究竟是什么人 对 调子 暗器 先生 木克毁了神器 童子兴武宗也会随之覆灭 看来天命在你这边呢 我终究只是 牵挂的一个分身而已 自我被安排 谨心目送的那一刻开始 终定是个 可以抛弃的棋子 你跟我说这些没意义 我没有太多时间 听你回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去 最终成王败寇罢了 剩下 交给你了 可我努力了这么久 我不甘心的 我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成果 却都因为你 我不想再做他人的棋子 我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居然没有这么余力 你也能杀我 除了我自己的心 我在心目组的分身 隐落了 知道是谁干的吗 这些分身 如同我的孩子 我能感应到他们的生死 却不能进入控制 那位属于他的白鬼使令 我才能知晓他所经历的一切 这好吧 残鬼和饿死鬼去寻找七天语 住在心目纵附近 让他们顺手带回来便是 或许他们对你那分身之死 还知道些什么 鬼神大人 神官 这东西 不得对鬼神大人无礼